你是說是完全照著那個鵝的原本的大小去 對,原本的形體 然後我們簡單的輸出一張A1 然後就是上面的鵝都是1B的大小 那我們可以看到鵝的多樣性 還有鵝的一些姿態 有些人常常說說鵝啊疊啊 就是區分怎麼樣區分 就是鵝它的翅膀是 它停下來的時候翅膀是平躺的 然後疊是閉起來的 但是絕大部分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可以從這張圖上面其實也觀察到 有些鵝停下來它的翅膀也是立起來的 在哪裡哪裡是特別的 我喜歡特別的鵝 真的耶,就像蝴蝶一樣耶 那這也是 喔,這隻馬長腳大隻鵝 嗯 就是 但是就知識面來說 這是就是初步這樣判斷是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說去絕對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同時也是就是 對於知識性的一種就是再解釋 就是我們想要講的就是在對知識的翻轉 就是有點像是說我們認知的 跟我們真實心靈的認知的不同性 嗯,對,大概可以這樣 大概應該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去這邊這麼總結 是嗎 那再來我們從初見而到來看到 因為我們的協同策展人是一位額類學家 學請 咱們